大家好,我是小颖,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。 在看视频之前,请给我点个小安心。 人到中年之后,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。 年龄增长给人们带来的直观感受就是自己很容易生病。 不少人表示,已到50岁总感觉身体毛病很多。 尽管平时很注重养生,但仍然会出现疾病。 有的人更称中年是健康的拦路虎。 在这个都市之秋,尤其是年轻时不曾注意, 觉得熬夜上班,喝酒吸烟,大口吃肉都无大碍。 那么随着时间的积累,这些不良习惯造成的后果都很有可能在中年阶段爆发。 这也是为什么小病不注意,大病早上升的原因。 今天就用黄芡搭配两物,常喝消百病,身体越来越健康。 黄芡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。 很多朋友都喜欢拿黄芡来泡水喝。 黄芡是中药界的明星,被李时珍称为补气第一药。 中医讲,人有气生,凡在万行之中,所保者莫先于元气。 元气充足,人的各个器官生理功能才能正常运行。 元气虚弱,各种疾病就容易找上门,百病丛生。 黄芡不仅可以健脾补气,而且能补五脏之气。 出现了气虚症状时,就可以用一些黄芡来调理。 黄芡具有增强心肌收缩力,增加心排血量,具有很好的强心作用。 临床上可有效改善病变性心肌炎,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抗心率失常的作用。 黄芡具有双向调节血糖的作用。 临床上可用于降低因肾上腺素所致的血糖升高。 黄芡具有促进细胞的生理代谢能力的作用,还可促进蛋白质的分解代谢。 首先,我们准备20克的黄芡,加水将黄芡冲洗干净。 黄芡在晾晒的过程中也会沾染到许多的灰尘,因此我们在用之前也要将黄芡清洗干净。 洗须表面的灰尘就可以。 洗好之后将它控水捞出,放入盘中备用。 接着再准备20克茯苓。 说起茯苓,真的全身都是饱。 不管是茯苓肉还是茯苓皮均具有食用和药用价值。 所以在医学里面,经常会通过茯苓去治疗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。 而且,茯苓不仅仅局限于中药的范围,在养生方面,美食方面通通都是比较普及的。 茯苓里面包含了一些安神的营养成分。 如果一些生活压力大,工作压力大的人,精神方面有失眠多梦, 以抑郁神经过风紧绷的人,通通可以用茯苓来炖汤,来达到缓解和治愈的目的。 茯苓能够影响身体内的新陈代谢,对于身体机能能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, 调节身体的电解质,降低血糖。 因此,对于高血糖的人来说,茯苓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。 由于茯苓之中含有很多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, 对于人体的身体机能有着很大的影响。 同时,茯苓之中含有的多糖体还具有强烈的抗肿瘤作用。 因此,茯苓具有抗胸腺萎缩以及抗鼻脏增大和抑制肿瘤生长的功效。 洗干净的茯苓控水捞出,放入盘中备用。 接着同样准备10克山楂。 说到山楂,大家都不陌生,也是我们生活中特别常见的一种水果。 山楂含糖类、蛋白质脂肪、维生素C、胡萝卜素、淀粉苹果酸、钙和铁等物质, 有很高的营养和医疗价值。 老年人常吃山楂制品,能增强食欲、改善睡眠,保持骨和血中钙的恒定。 预防动脉周样硬化,使人延年益寿。 故山楂被视为常寿食品。 食用山楂还有以下的好处。 一、降血脂、预防心血管疾病、降低血压和胆固醇、软化血管及利尿和镇静作用。 二、开胃消食。 特别是对削肉食机制的作用更好。 很多助消化的药中都采用了山楂。 三、活血化瘀。 山楂有活血化瘀的功效。 有助于解除局部瘀血状态。 对跌打损伤有辅助疗效。 可治疗腹泻。 山楂中有平喘化痰、抑制细菌、治疗腹痛腹泻的成分。 五、抗衰老。 山楂所含的黄酮类和维生素C、胡萝卜素等物质能阻断并减少自由基的形成。 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力。 有防衰老、抗癌的作用。 洗干净的山楂圈先放入盘中备用。 现在将所有的食材倒入锅中,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水的量约在600毫升就可以了。 盖上盖子,开火将所有的食材煮开。 煮开之后再把火调小一点,用中小火来炖煮15分钟。 这座视频不易,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,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。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,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 时间到之后,现在已经熬煮好了。 可以看到,里面的水现在也变成了黄色。 像山楂和茯苓也已经被煮得很软。 这个时候,我们的黄芪茯苓山楂水就熬煮好了。 趁热就可以开始饮用了。 黄芪茯苓山楂富含多种营养成分以及微量元素。 黄芪茯苓山楂煮水喝有利尿醋排,提高免疫力, 通气补气,健脾开胃的功效, 可改善睡眠质量,促进肢质代谢。 有调节血糖、抗氧化、沥水、肾湿、镇定、凝神的功效。 黄芪和山楂可降低血清胆固醇含量, 从而有效降低血脂, 可有效预防高血压、高血脂等症状。 黄芪和山楂富含多种营养物质, 可为机体提供能量,提高机体免疫力, 从而达到强身健体延缓衰老的作用。 但是肾因虚的人群、湿热人群不建议饮用, 可能会加重症状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感谢您的观看,我是小颖, 我们下期再见啦。 感谢观看